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蔡英文 台北市长蒋万安与多位嘉宾都出席这场旅游盛会 预估看展人潮会突破30万人次 随着端午联休暑假旺季到来 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一开幕就聚集不少人潮观战 业者纷纷推出各项优惠行程 出国万元有找 勒领辅助8000元 早鸟报名省1万5等活动 等你来挖宝 我们优惠的行程其实分几个部分来讲 就是如果说客人消费者想要选择自由行的商品 就是个人铝额商品的话 其实我们在自由行的部分在旅展的现场 我们机票是有2%的一个优惠折扣 那我们在自由行以及我们的订房的部分 是95折的一个优惠 那这个部分其实在现场其实都可以在 享有一个这样子优惠之外 其实你只要付现金的一千块 你就享有这样子的权益直接到6月9号 你在建场期之前你都可以来拥有这样子一个机会 那除了这些之外其实订购我们家 不管是机票 订房 自由行 或者是票券的商品 其实在现场我们都还享有一个可以抽 美国航空美国机票的一个机会 那除了这些之外其实当然还有消费者是非常喜欢的 我们家的团体旅游 那可乐旅游的团体旅游的部分 其实我们不只是说在现在即将进入到暑假 夏天的部分 夏天的部分当然是有暑假的亲子团 他可能最受欢迎的就像说东京的迪士尼 大阪的环球影城 像韩国的时候的乐天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消费者所喜好的一些商品 那除了这些之外 其实海岛的部分也是夏季的一个消费者的一个选择 那除了夏天之外 我们的秋季的商品赏风 日本的部分以及韩国的部分 其实已经有提前的上架 那包含到说更比较远的一个时间点 可能到冬天 冬天的部分可能有韩国的滑雪 可能有包含到我们的冰岛的极光 或者芬兰的极光的这个部分 也都已经提前上架 博览会在世贸义馆开幕 为期四天集结250家厂商 掌位格数多达700格 大咖贵宾出席盛会 迎来这场以后海外旅游盛事 丑委会这次也特别感谢了250家的海内外厂商 五大航空公司 16个中央单位及先市政府 50大品牌旅行社及五星饭店半首旅等 由您们的支持与参与 我们才能完成此次的700个展位的规模 今年我们也特别安排了 B2B 和网援不一样的同业商谈会 在今天下午2点半到4点半 会让我们的同业与各国的观光业 接着交流价谈的一个平台 并且也配合政府还有观光局 这四天在我们的展区 有役后观光人才回归 及新进人才招募的计划 在我们的展区设有饭店旅行社等 整才专区有280个工作机会喔 那我们的民众能够逛旅展也难找工作 旅行喔 特别是现在国门刚开放的时候 这个机场的能量还有航空的运能 其实是还没有完全开出来喔 所以这个曲线会关不往上 所以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喔 在今年一定可以达成600万 国际旅客来台的目标 我们新南向的旅客大概已经回复到 以前的八成 那欧美旅客呢也回到了七成左右 那现在比较困难的 很多日本的英镑的旅行社跟我讲 日本课来比较慢耶 那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喔 因为他们4月29号才正式的降级 所以这个日本旅游的这个观光圆月 应该是从6月份才会正式的启动 所以下半年加上我们这个代言人 穿口春爱的花工 我想下半年的日本市场 应该是非常的客气 今年我们总统府也推出了 来去总统府住一晚的活动 来邀请全球各国有影响力的 名人网红来体验台湾的美好 向全球世界介绍台湾 报名还没有截止 麻烦大家也帮我们多多宣传 台北市观传局也在博览会内设台北馆 主推猫空清水节 儿童艺术节 大道成夏日节等系列活动 迹象物雄赞也热情推荐 其实台北市我们社会首山之都 我们也有最丰沸的旅游资源 同时我们也结合了 不管是最便捷的交通网络 还有非常舒适的旅馆 当然还有巷弄美食 异国料理 还有很多米其林推荐的餐厅等等 我想绝对是非常值得所有的朋友 来到台北市旅游体验 那台北市我想大家最好能详 每一年的跨年烟火 也被CNN评选为全世界十大跨年烟火的地标 另一方面今年二月份 我们也非常感谢观光局协助 我们共同举办台湾灯会在台北 而且也得到各界的喜爱肯定 也创造了一千两百万人次来造访 那当然我想另一个方面 大家很喜欢来到台北 特别吸引国际的观光客 在RankingRoyals 一个非常知名的调查网站 它对全世界各主要城市 来评选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 总共424个城市 台北市名列第四 而且更被评论是不论昼夜 不论白天晚上都非常安全 其实我们就鼓励大家 因为疫情之后 大家走出户外 来享受大自然 那台北有完整的青山步道 那我们鼓励啊 这些父母亲啊 带着小朋友啊 能够出来 同时啊 我们这一次也结合了三猫 市政府一直在推三猫计划 所以我们也结合了动物园 还有我们的猫兰 以及我们的猫空休闲 这个产业这个协会 他们也推出一个猫空茶会 同时啊 也有很多的这些导览的活动 那让他体验这个在猫空啊 正宗的这个观音茶 能够享受这个泡茶的一个乐趣 那同时啊 在大稻埕夏日节这个部分啊 也是一改过去的办理方式啊 这一次啊 除了这个时间啊 从这个7月1号到8月20号 也改变以前过去 烟火只有一场 这一次有7场 同时在8月20号啊 有一场大的 这个烟火秀 另外啊 我们也结合了这些 好乐好的船舶公司 他们也可以啊 这一次也有来卖船票 那希望大家能够在船上 听音乐 看烟火 同时岸上啊 我们也会有光环境的一些装扮 让这个整个河岸啊 能够啊 这个氛围啊 更好 这个更美丽 展场规划五大主题館 分为海外旅游 乐游台湾区 两岸交流观光及伴手礼区 另外还有红包 机票天天抽 集豪力等好康活动 乐见开创新一波观光产业荣耀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共激烙台的事件频传引发了国人关注 台北市南港区玉城里里长黄聪志 决定把每年定期举办的防灾演习 改为防空演习 希望透过释放空袭警报等方式 唤起李明的忧患意识 防空演习的实物演练 好 现在开始了 开始 空袭警报一响 在工作人员引导下 玉城里明快速的往地下室避难 这是台北市南港区玉城里 首次举办的防空演习 情字撰写演习脚本的里长黄中志表示 因为近期攻击老台事件频传 因此他临时决定 把防震演习搞为防空演习 让李明了解 万一真的发生空袭时 要如何避难保护自己 最近经常被包招媒体 都看到什么 攻击烙台几架次 战舰怎么样在烙整个台湾 突然想到 还加上有一次上课 我们那上课的教官 他就直接就觉得说 他现在问大家说 我放一个警报 你们听得懂什么吗 因为已经很久人忘掉 什么叫防空警报了 言取于这个 我就说 应该我们来做个防空演练 所以我自己就写了个脚本 你要抱头 头部最重要 头部要被倒塌 东西已经封到 在教官教导下 玉城里明抱头趴下躲避轟炸 黄中志说 过去的年代 大家都有接受过这样的训练 但是现在可能很多人 连空袭警报 与解除警报都分不清楚 因此希望透过防空演习 提醒国人有备无患 我们还找到 什么叫空袭警报 什么叫解除警报 它是不一样的 空袭警报是有长短音 解除警报是一长音 是90秒是不一样 也要让人家辨识 这个我觉得 在我们过去年代 都经常有接受这种训练 我觉得还是要 让大家要有危机意识 不要让大家 像很多状况 我觉得台湾的 慢慢会比较富裕 会比较太平盛世的日子 过久了 可能有些危机 没有危机感 这我们就让李明 跟我们李林长 民众 我们还是要开始 有这种危机意识 在消防局人员指导下 李明也学习 如何喷水扑灭火事 虽然没有彩排就上阵 不过演习过程相当逼真 参与演习的李明 也都认真学习 让黄松志相当感动 也期盼透过这一次演习 提醒国人 在成平时代 更应具备悠患意识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导 再带你来看 南港分局远警 在行罗勤务时 发现有一名男子乘坐电动轮椅 一路逆行 非常的危险 他当场就查获了男子身上 稀有安非他面语吸食器 警方已经将全案 依违反毒品 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士林地检署来侦办 跟你讲一下 你自己看一下 两条线 阳性反应 警方将查获的毒品化验结果 当场告知 这名流星男子 深夜竟然乘坐电动轮椅 在松河街上一路逆向行驶 被巡逻远警发现 上前难查 果然在他身上的烟壳里 搜出安非他面及吸食器 原来51岁的流星男子 因为中风复原状况 不理想 三度从花莲北上就医 左脚步变的他 竟然失智 离开医院 乘坐电动轮椅兜风 把大马路当成跑跑卡丁车 逆向狂飙 警方深夜自食在松河街上 巡逻时赫然发现一名流星男子 乘坐电动轮椅 与马路上逆向行驶 最上前难查 半夜资自离院乘坐轮椅 与街头都风散心 全案驯后 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最嫌 移送士林地检署偵办 南港分局呼吁 为贯彻扫荡毒品决心 将持续加强查气各类毒品 并向上溯源向下刨根 积极偵办 全力打击贩毒集团不法犯行 家住花莲的流星男子共称 毒品是朋友给的 警方已经依违反毒品防治条例 将流星检犯移送士林地检署偵办 并进一步追查毒品来源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 台北市议员何孟化 在议会质询时指出 台北市有214条 在2006年前划设的消防通道 没有涂销也没有列管 17年来却持续开罚围停 让民众冤枉挨罚 一起来关心 法栏上明明写着违规事项 是因为停在消防通道 结果却发现 城公路5段45向 这一处消防通道 竟然没有被列管 事后被开单的位置 更划上了停车格 让这位层群民众直说无法接受 我就觉得这边不合理是说 很远的地方 它有写消防通道 那这边的话 大家都有在停 那应该是都是可以 常年来都是可以停 受访的时候 我才看到说 怎么这边 居然划了停车格 而且第一个停车格 就是我当初停的位置 所以要还我900块来 小市民对于这个钱 蛮重要 因为生活辛苦 接受陈勤的台北市议员 何梦化一查才发现 原来从2006年开始 台北市竟然有214条 未被列管的假消防通道 比列管的真消防通道还多 台北市政府却没有积极处理 17年来任由灰色地带产生 造成民众困扰 在未列管的其实有很多 214条 这比目前我们有列管的都多 这个问题 其实我也不是第一个提出来的 在2006年 还有2011年的时候 都有议员来关心过 这个消防通道 列管跟不列管的问题 我们希望说这个灰色模糊地带 可不可以赶快来消除 不要让我们民众呢 都搞不清楚说 这条到底是我们所谓的 你们有列管的真消防通道 还是你们没有列管的假消防通道 调资料我们有发现 其实在我们的所有的 就是消防通道违规的停车案 里面有24500多件 那其实里面没有去做说 到底有多少条 是在所谓的真消防通道 或是假消防通道 那如果民众 没有自己去检举 没有自己去再申诉的话 他可能就这样子 就多缴了600块 我觉得对民众来说 是非常的不公平 我们知道消防安全非常的重要 但我觉得市民的权利 也是非常重要 对此台北市消防局长说明 民国95年后 消防通道的划设标准 威列管的消防通道 有部分主要是当初 地方认为有必要 才留在原地 在95年之后 整个全部交由消防局来整理的时候 就以目前的规定方式 他主要就是像刚才一座所提到的 那几个包括抢救困难地区等等 那他必须有进宽的限制 进高的限制等 那经过消防局会看之后 他才可以进入来化 那之前的有部分 据我所了解 有部分的里长 或者是附近的居民 认为他很有必要 所以有部分是留在县地 核文化则表示 即使地方认为 威列管的消防通道 有划设的必要性 消防局也应该依据 相关法规补足程序 不能放任假消防通道存在混淆视听 核文化要求台北市政府 消防局应该全面盘点 消防通道相关法规 并与交往处研议如何改善 假消防通道的问题 不要再让民众的权益受损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刑事局宣布破获一个诈欺集团 嫌犯以电话向被害人声称 可以取得免费的零骨塔贩售 见面后再以需要搭配生机权 盖板开运无保及贩售等话术 说服被害人购买这些商品 然后就避不见面 让被害人求偿无门 诈骗金额超过4000万 警方赫枪实弹进入搜查 果然查获大批刀蟹 改造手枪子弹等 刑事局日前接获勤知 有诈欺集团以提供免费零骨塔 贩售为由诱骗被害人投资 得手后级避不见面 甚至更换公司据点 至少有6人被骗 诈骗金额预4000万 集团自去年的2月份开始 从以各种话数来诱骗被害人 大笔投资生机塔位 及搭配相关的生机罐 开运无保等等商品 来诈骗被害人 等被害人发掘有益 及断绝联系 避不见面 令被害人求场无门 那警方清查 已有多名的被害人 召该集团诈骗损失 上千万人以上 那该集团的一个 不法犯罪所得 也达到了4000万人以上 专案小组在追查过程中 更发现 有黑道背景的夏姓主贤 对旗下犯错成员 手段也很凶残 甚至以暴力殴打 及施行拘禁等方式 逼迫酬钱偿还 夏姓主贤 具有帮派的背景 为控制底下的成员 会以暴力的手段 来强压犯罪的集团成员 进行施行拘禁 殴打控制领略 那手段十分的凶残 警方除了将夏姓嫌犯等 10人具体到案 并移送地检署偵办 也呼吁民众 进行投资时 应提高警觉 小心查证 防范诈骗集团 以低成本 高获利的投资诱骗 如果有疑问 也可以拨打165 反诈骗专线咨询 不要让自己成为 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 记者张琪腾 台北报道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一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旗团关心您 为了要加强民众的防灾意识 台北市松山区公所在宁安公园 办理112年度的灾害地区 紧急疏散避难演习 并邀请里内原住民及印尼籍的新移民朋友 共同参与演练 让各单位做好防灾准备 也加强民众的防灾减灾观念 松山区公所112年度灾害地区 紧急疏散避难演习 演练模拟大台北地区 三角断层南段破裂 发生瑞士规模6.6的强烈地震 宁安街一带建筑物遭受严重损毁 许多民众被困其中 火灾也因为瓦斯管线破裂而爆发 情况非常危急 透过徐丽云里长带领的守望相助防灾团队 迅速展开救援工作 整合了消防局警察局环保局等单位力量 共同保护社区安全 我想防灾的这个议题 还有演变的部分 都要请大家多多的帮忙 尤其最近这个心意天坑的事件 其实可能居安思维大家都要去思考一下 之后万一有发生的时候 我们要请大家去处理 我们这边现在有处理的原住民 等一下就麻烦你们翻译一下 沙拉 沙拉 赶快 我打烊 哪都要哪都要 演习也邀请里内原住民 以及原属国为印尼籍的新移民朋友 共同参与演练 同时融入印尼语的对话实际推演 借此推广多种语言紧急疏散防灾避难观念 落实最新的防灾资讯深入各个族群 松山区公所希望借着演习 让民众了解紧急疏散与避难的重要性 在灾害来临时才能保障自身的生命安全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导 再带眼来看长期压力容易影响身心健康 如何调试压力相当重要 台北市中正区健康服务中心 办理输压料理课程 并将课程中营养师及民众创作的料理 制成食谱及影片 邀请民众一起来制作料理 并拍照上传 林口长根纪念医院营养师与长者 示范如何用巧克力骨片装饰甜点 不只过程输压 成品好看好吃也令人疗愈 为了帮助民众适当调试压力 并活用输压食材 台北市中正健康服务中心 与林口长根纪念医院营养师合作 办理输压料理课程 并将课程中十道佳肴制成食谱 三道制成影片 上传至中正区健康服务中心官网YouTube频道 让民众随时运用 轻松做出舒压好料理 我们其实如果就我们营养师的角度来看 可能在压力的一个状况底下 其实我们有些营养素会消失的比较多 那其实我们就需要拔补出 那另外是在其实借由突刃的这个过程 也许是一个单调的操作过的一个步骤 但是我们发现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烹调技法 也就是可以达到身体活动是帮助一个释放压力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这道食谱总共里面有十道菜 那就是分别示范了一个是前菜、汤品、主食 还有我们的这个甜品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然后其实组合起来它就是一道一套餐 那过程当中我们尽量选择的是 可是尽可能是挑选原型的食物 那但是因为碰巧很方便 所以呢我们也会运用一些比较稍微轻度加工的 让大家在家里面方便去做这个酥鸭料理 因为酥鸭料理我们也不希望说为了找食材 大家又变得压力很大 所以都是方便可得 可是我们透过营养知识的搭配跟运用 让它都是变成一个反而可以帮助我们出款压力的一种 美味的一个公调 那今天在这里因为现场所以我们跟美雪仪 我们就是拿我们自己示范的这个叫做是 就是疗愈小痕灾 那今天主要运用的食材就是我们的奶酪跟我们的巧克力 巧克力 那巧克力里面大家不知道 巧克力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抒压的一种食材 但是美雪仪上次没有提醒 我要跟大家讲清楚要选对 因为如果说我们选的现在有很多的 我们大家也知道 都会服务大概在今年我们有规定 规范那个巧克力 它必须是真正的巧克力 材贴生的巧克力 如果说它是一个再次食品的时候 其实它大概就是比较偏向一个零食类的 这样子的一个食材 它含糖量太高 如果它的可可脂含量不够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可以说它是一个巧克力的一个商品 然后在这样子的一杯里面呢 除了刚刚跟大家提醒到的 有没有巧克力的多分类 那些碳氧化物质协助我们 稳定我们的情绪之外 另外其实不要忘记 我们的下面的奶酪是用牛奶做的 鲜奶做的 鲜奶里面还有丰富的一个钙质 它也是钙本身也是一个 可以稳定我们神经体管的一个情绪的 很棒的一个物质 中正区健康服务中心主任余灿华表示 饮食是压力调试的辅助方式之一 欢迎民众跟着轻松做会好心情 营养师私房抒压好料理食谱 以及影片轻松做料理 根据台湾自杀防治学会 在111年的调查结果限制 我们大概有三成 30.8的民众 在工作还有经济上 会有压力 那其中也有29.8 是在日常生活也会感到压力 那剩下大概有16.7%是在心理健康 12.7%在身体健康会感到压力 那这样的一个压力是高于109年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大概知道就是长期压力 会容易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 所以我们在做这些压抑的调试是很重要的 或许大家都认为说 这个饮食啊 这个料理为什么会输压 那我们看到这个饮食是由它这个外观 还有我们这些的食材 还有这个风煮的过程当中 甚至你在品尝 在味蕾享受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是可以达到一些输压的效果 为鼓励民众自即日起至6月15号 制作影片内料理 并将成果照上传至中正区健康服务中心 LINE帐号的前100名民众 即可获得精美礼物一份 记者林锡慧 台北报道 根据阳光基金会调查 有42.9%严损者 因为外貌遭遇他人不友善的对待 因此在脸部平全日 推出了IGFB的滤镜 邀请你我一起扎扎眼 翻转不友善的打亮 放出温柔的视线 丽妍出生时鼻子以下到颈部皮肤 有着大片红色血管流 为此让丽妍在社交就业上 遭遇许多不友善与挫折 但她一步一步学习各种技能 出国打工训练自己胆量 现在决定用自己真正的样子 经营短影音频道 并且拥有超过4000位的粉丝 丽妍也特别套上阳光基金会 在脸部平全日推出的社群平台滤镜 展现自信美丽 哈喽大家好我是丽妍 那这次阳光呢很贴心的呢 在IG上面设计了一个小游戏 让大家呢可以去试玩看看 那上面的设计呢 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病友 她可能在生活周遭上 可能会遇到上的挫折 比如说切切私语上下打量 或者是刻意的去保持距离 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病友 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遇到的事情 那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任何不友善的眼光 对我们病友来说都是一种伤害 那其实希望大家可以 以一个平常心来看待 就像是我从去年冬天开始 一直在想着一件事情就是 我真的必须要一直遮遮掩掩的 面对社会大众吗 我没有办法很坦然很自在的在生活吗 我就是一直有这个疑问 在我自己的内心里面 所以我尝试开始用素颜的方式 在我的生活当中 其实我得到的反馈 也不全然是坏的 因为有人会对我打气加益 我觉得你很勇敢 你也很自信 那这自信 其实终究还是回归到我们的生活本身 你生活周遭的人 善待你 你同样也会善待身边的人 所以那我想呢 不光只是病友们 每个人都期待可以 自信且自在的呈现自己不同的美丽 所以在这里我还是呼吁 大家可以支持脸部平权5月17号 让大家一起来翻转目光 把不友善变成友善哦 根据阳光基金会2023 严孙者外貌相关经验调查 有42.9%的严孙者曾经因为外貌 遭遇他人不友善的对待 已被别人多看一眼而感到不舒服 占73%最大中 对比本会去年对台湾民众的调查结果 会发现 20岁以上的严损者 因外貌受到不友善对待 是一般人的6.5倍 因此阳光基金会持续推动脸部平权 希望让每个颜面外观不同的人 都能够得到基本的尊重和公平的机会 为了能接触更多的网络族群和青年朋友 让更多人来认识脸部平权 阳光今年透过IG FB 滤镜的趣味活动 邀请朋友们一起眨眨眼 用平常心和同理心 翻转不友善的眼光 有爱每张脸 根据阳光基金会2023 严孙者外貌相关经验调查 有42.9%的严孙者 曾经因为外貌遭遇他人不友善的对待 其中又以被别人多看一眼而感到不舒服 占73%为大宗 商友说多看一眼是人之常情 这可以理解 而会被看到不舒服 往往是因为对方眼光带着负面 上下打量或者盯着看 每个人都可能因为穿着打扮 高矮胖瘦等外在特征 而获得不友善的目光 阳光期待在脸部平全日 邀请民众一起翻转不友善的目光 温柔看待每张脸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台北市观传局今年全新规划 大道成夏日节 7月1号到8月20号 在盐平和平公园举行 活动整合原有的夏季活动 并与在地的商店业者合作 推出专属的优惠 打造全台最具代表性的夏季活动 今年夏天台北大道成夏日节 7月1号到8月20号 在大道成码头 沿平和平公园盛大登场 活动结合游船灯饰装点 八场精彩烟火秀 和平灯饰穿联 及夏日美食等四大主打特色 更与在地商圈业者旅行社合作 推出专属游会活动及街区游船行程 打造全台最具代表性的夏季活动 过去我们观传统局办的 这个大道成情人节 就是在每个农历的七夕 前一个礼拜六 我们会在这个地方 就会有这个非常绚丽的烟火的施放 那局长上的时候 他觉得这样子 其实我们这样的活动 其实应该这么好的活动 然后应该让他办得更长久一点 当然对于各位而言 其实也有希望能够 把这个中南部旅客带上来 那些对我们产业有些帮助 所以我们今年开始 我们希望把它 从七月一号开始 一直到八月二十号 就是情人节的前一个 这个礼拜六 礼拜天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会总共长达五十一天的这个活动 那五十一天的活动 大概有哪些内容呢 接下来我跟各位介绍 首先我们会有这个 包括游船的这个灯饰这个布置 包括这样 各位现在在做的这艘船 我们船身 这个会有灯光的布置 那我们在这个大澳城这个码头 还有这个盐品头丁公园呢 我在三号跟 五号跟四号码头之间呢 我们水门之间呢 我们会有这个 岸上的这个 光环境的布置 也就是说 到了 从七月一号开始呢 各位到这个 我们这个大澳城码头来 你就会看到水上 其实船是有光 有光环境的布置 有光点的这个布置 然后我们岸上 也是有这个光的布置 它等着 它其实整个氛围 就会营造起来 然后 下一节 然后我们同时也准备了 当然这个烟火是不可或缺的 那烟火呢 我们会释放呢 或者说在每个礼拜三 每个礼拜三的晚上 我们现在预计是在 八点半过后 再避开这个 我们的上下半 下半的人潮 每个礼拜三晚上八点 会一个这个 中低空的这个烟火的释放 然后到最后一场 大概会有 我们八月二十号 这礼拜天的最后一场 我们会有 过去的 规模的大场的 这个 包括有高空的烟火释放 所以总共 从七月一号到八月二号 总共会有八场 七加一场 只有八场的烟火释放 那另外呢 其实暑假就是 当然就是很多的 这个小朋友 是暑假放暑假的时间 那我们会有这个 大型的邮局 进驻在这个地方 让这个 家长们都可以 带着小朋友 到这边来玩 享受这边 河岸的这个风光 那当然河边 其实我们还有 本来原本就已经有 货柜市集 那我们已经跟 货柜市集 都已经讨好了 当然说他们会有音乐 然后这个美食 到时候呢 欢迎大家到这边来 就带客到这边来 就是我们可以 从下午 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 宜化街 商圈逛一逛 走完之后呢 到这边来 我们可以这个 吃点东西 然后听个音乐 然后看看晚霞 然后呢就是 再河上这个 游船一下 大概八点多 也什么等的烟火 释放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夏天的 游船 那当然就是我们的 有一些 我们有包装一些 这个小旅行 就是大家可以 我们可以利用 这样子的一个 规划呢 大家可以想说 那你的游船 该怎么把这个 游船带进来 那我们这个蓝色公路 这个游船不会了 我们在飘船里面 其实会有一点点补贴 让民众可以 比较少量的 这个优惠的方式 就可以上船来玩 那我们还会有 这个主题日的规划 比如说可能 礼拜一 礼拜就是青子日 礼拜一 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 来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我们就 凭着这个 这个身份的优惠呢 你可以上船就优惠 或者是到 底化街上圈有优惠 还有到我们这个 码头在 和会市场 在享用这些美食 餐点的时候 会有一些优惠 所以会有这个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每一天都有 针对不同的族群 有不同的优惠 那这些就是我们 暂时规划出来 然后从七月号开始 一到八六十号 就会希望在这个暑假 能够带给这个大家 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大稻埕的情人节 跟过去 我们过去到情人节 现在过来夏日节 享受那种夏日的 缤纷快乐这种感觉 大稻埕码头好玩之处 让官船局局长陈淑慧 为您介绍住宿交通 好吃好玩攻略 大家可能对于我们的大稻埕 大家可能是觉得熟悉 可是就像我昨天 其实我听到 那个我们台湾蝶王 就是那个王冠宏所讲的 台北是一个让大家觉得熟悉 可是却又陌生的地方 因为我们常常觉得 他非常熟悉 我觉得我好像很认识这个城市 可是却不知道说 其实在这一个熟悉底下 他有很多新的变化 有很多新的景点 那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大稻埕 其实是一个欣赏夕阳最棒的地方 那我不知道大家多久没来到大稻埕 来欣赏夕阳 那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大稻埕 后面看到的船 实际上在今年夏天 我们就是想要透过这个画面告诉大家 其实今年夏天 在大稻埕除了看夕阳 除了在路上欣赏这种音乐或美食之外 海上你可以搭在船上 喝杯饮料 很悠闲的喝杯饮料跟三五好友 然后另外呢 还可以吃点简单的食物 那在这部分底下 你除了水上的我们讲沉船体验之外 在整个夏天 7月1号到8月20 只要是傍晚10分到晚上9点钟 我们这个路域上面有很棒的 很浪漫的灯光 船上也有灯光 你从路上看水上 水上看路上 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风情 那也有一些小朋友玩的游乐设施 你就是说我们这里整个夏天 是老少咸宜的地方 那我讲天天这个船 你都可以去在船上做体验 欢迎大家夏日来台北 感受烟火展宴 水岸夜景与旧城文化 来一场浪漫的夏日旅行 记者汪郡银银品艺台北报道 您喜欢吃市场的肉干吗 2123台北传统市场节 特别以顶级肉干大赏为主题 汇集全台北十一家 传统市场的经典肉干摊 又让民众选出心目中的第一名 这么薄的肉干 它只有0.1到0.3左右而已 用薄到会透光的肉片烤出美味肉籽 位于大直市场的肉干老店 业者强调 一只猪只有两坨肉可以做 它是整块剑子肉 稍微动一下 然后切 用机器把它切出来这样 切出来是整块的 我们不是那个组合什么的 全部都是整块的剑子肉 这一只猪只有两坨而已 另一家在兰州市场的知名肉干摊 则推出薯条肉干等创意商品 业者也分享好吃的关键 做法就是要 进来要先冷冻 以后才在那个 再出来再搁起来 再圆制 再进去圆 两天两夜 这样才做起来的好吃 还有传承七十余年的 这家南门市场腊肉摊 不仅采国产租存手工制作 每半年还自行将产品送检 确保食品安全 因此很受国内外民众 及餐厅饭店信任喜爱 疫情解封后更迎来大爆发 尤其是现在 像很多从国外回来 还有从香港 新加坡 我们很多客人 因为他们很喜欢用我们的金黄火腿 还有这些 那有些长老 已经三年都没回来 我们最近观光客 这一群非常的多 请启动 2023台北传统市场节 再来一片 香味无限 一年一度的台北传统市场节即将登场 今年以顶级肉干大厂作为主题 汇聚全台北市十一家市场名摊进行PK 要民众投票选出天下第一肉干王 本身也是肉干控的台北市政府产业法案局长陈俊安说 每一家都好吃真的很难选 今年特别以肉干为主题 所以我们有一个肉干的大赏 那当然 我们也把美食放在我们今年的主题当中 所以今年有一百多摊的美食来搅足 我们的韬客最爱吃的摊位 所以邀请所有的市民好朋友们 在5月27号 5月28号 都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花博公园 参加我们的台北的传统市场节 一起品尝台北市场的特色美食 也感受台北传统市场的不一样的文化 另外还有120家 韬客最爱吃熟食及饮料名摊参赛 争夺年度代表天下第一摊 除了网络投票 还会有100位在地向导 前往各摊进行秘密评鉴 顶级肉干大赏部分 也将在活动当天进行公开美食评选 5月27号到5月28号 在花博长廊登场的台北传统市场节主场活动 还规划有多种亲子活动 闯关游戏 消费集点换好礼 及响应环保自备购物袋换购物金 与50元铜板价限量购等多项优惠 并透过食物的美味 场域的人情味及体验的趣味 让民众重新认识传统市场 感受道地的台北味 记者张奇腾台北报道 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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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假消息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家集团新闻 我是蔡小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集团安乐国小庆祝百年孝庆 台中市长卢秀燕以结出校友的身份出席 与市长谢国良 共同为安乐国小百年孝庆献上祝福 安乐国小庆祝百年孝庆 市长谢国良亲自参加之外 最大亮点就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也以结出校友的身份 回来母校参加百年孝庆 他回想起小学第一次参加演讲比赛突然忘词 但老师没有放弃他 而是一路培训鼓励他 让他能够发挥潜力 内心相当感谢老师 所以呢我后来有点演讲能力 有点台风 就是安在安的国小栽培 才能够后来去当电视记者 去当主播 能够去竞选 现在当上台中市长 就是在安乐国小的栽培 谢国良与卢秀燕 两位市长和所有贵宾 一起切蛋糕 祝贺走过百年的安乐国小 也参观时光隧道的老照片 那现在看到很多老照片 大概就是我那个时代的 非常可爱 我记得安乐国小以前的棒球队都很强 对 所以我刚才有特别提到 然后学校的武艺也很均衡 是一所好学校 那出于英才无数 所以这个我毕业到现在 几乎都没有回来过 所以又常常回来激动 可是因为公务繁忙 我到来一下就 就事情办我就离开 所以好像没有回来回学校 所以今天回到学校 早时候的那个印象都跑出来了 所以很高兴今天回来 感觉非常的开心 尤其又有我们的杰柱校友 我们的卢秀燕秀燕姐 台中市长 她也是安乐国小的杰柱校友 给她回来这个回忆一下 这个安乐国小的点点滴滴 觉得作与了很多这个英才 因为今天有很多很棒的杰柱校友 例如张炳黄 张大师等等 所以我们诚心的给学校 百年的这个校庆的一个 诚心的祝福 希望在萧校长的带领之下 学校以后越棒越好 做予更多的台中市长 这场安乐国小百年校庆的现场 贵宾集包括多位基隆市议员 还有来自各界的杰柱校友 有企业界 音乐界 艺术界和教育界 大家都抱着感恩的心 回到某校参加校庆 今年的年初我们的校长 透过林志燕校长跟我讲说 要我来回来这个一百年校庆 然后也担任这个杰柱校友 一下子把我的思绪 那么就拉回了六十几年前 在这里读书的这样子的一个时光 所以我在这里我想也不敢多说 我只有一个感谢感恩 我带着加油喜事的心情 我感谢天今天给我这么好的日子 感谢地给我们这么好的学习环境 感谢祠云寺一百年的好邻居 关心佛祖长期的庇佑 让我们今天的活动顺利圆满 长期协助校务发展的众多单位 与祠云寺主委李林宝玉 也亲自到场祝贺百年校庆 市长谢国良也勉励安乐国小同学们 带着大家的关心与祝福 用功读书 迎向精彩的人生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农历四月初八是佛诞节 基隆祠云寺举办御佛法会 今年疫情趋缓 不少信徒前来御佛祈福 庙方还特别设置了一座百年的御佛亭 供民众御佛洗涤心灵 民众双手合十 来到御佛亭前 跪拜祈福 向佛祖行礼 正确的御佛是以香汤进水 从佛陀太子神像肩膀浇灌 基隆祠云寺这座御佛亭 不说您不知道 已经有百年历史 不仅雕刻庄严 庙方保存相当完整 我们这个御佛亭 已经有101年 保存得很好 那个我们不需要说 再上油漆还是什么 亮光的 一年拿出来 浴火一次 收起来 用的时候 干部擦一擦 你看多 将来说国宝 看来 雕得非常精细 今年疫情趋款 基隆祠云市举办 预否法会 在庄严的送金声中 信徒跟着队伍 雙手合十 全程祈福 跟疫情趋务比起来 人已经少很多了 对少很多了 对对对 可能今天 可能今天是上班事件 所以人比较少一点 求身体健康 全家都平安 大家健康 很开心 就是 因为我也有信佛 都有在学习 初衣师傅 都会来这边 念佛 拜颤 因为虽然不是假日 可是 因为也是很多人 来这边御佛 还有那个 御佛的意思就是说 把那个 整个年的那个 我们的运气啊 贪 增池 佛教佛教的 我们是释下模拟 要 要 浴佛要从那个 肩膀上 洗下去 不能 不能绕在头上 庙方贴心准备 一大桶的佛水 工信徒取用 这些用干草 肉桂 及冰糖等中药材 熬出的佛水 喝了可以保平安 一年他有一次可以拿 真的很好啊 我每年都有来拿 去年都是两年 有疫情的关系啊 没有 我就没有来拿 我拿一瓶 要拿到高雄去 两三年都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 我们有 有煮那个 那个 浴火水 可是不能带回去吃 今年可以 里面是柜子 还有那个 薄荷 很多那个 还有什么 冰糖 很多那个 很好的中药材 去熬的 很香 很香 所以很多信众 都带回去 佛旦节 信徒参加 送金祈福仪式 藉由庄严的玉佛仪式 来洗涤身心灵 记者 黄绍鸣 金融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金融市安乐区 某国校 11名学生 喝了营养午餐 提供的鲜乳后 出现了身体不适 分别送往金融长根 及布丽金融医院 金融市长谢国良 教育处长刘美兰 第一时间 请往医院探视学生 强调校方已经启动疑似 食物证毒的处理流程 来 过来 我们做点药 急诊室里头 小朋友在家长陪同下 准备领药回家休养 原来 上午学生 在喝了营养午餐 提供的鲜奶 陆续出现身体不适 被学校送到医院 说有一点不舒服 那现在情况呢 看精神还不错 这起校园疑似食物中毒事件 发生在26号上午 学生喝了牛奶 觉得有异味 通知老师 随后陆续有11位学生 出现了恶心想吐 肚子疼痛等症状 大概在8点多9点的时候 我们有接到 那个班级老师反应 有几位孩子 因为我今天是喝鲜奶的日子 那学生喝完鲜奶之后 有几位反应说不舒服 那我们就紧急处理 那除了进行销案通报之外 那处长也指示 我们一定要博善请政来处理 那我们当下就把不舒服 身体有益的学生先饥饿起来 那全校的鲜奶 如果还没喝的 我们都请就暂时停止引用 那这10位 我们目前是11位孩子 有7位在 还有7位在墙 跟有4位在务立基隆医院 那目前呢 都是属于观察的阶段 目前孩子的身体状况都还好 那后续的一些视频 检验的部分 我们今天早上也立刻通知厂商出校 那协助处理后续 金融市长谢国良 教育处长刘美兰 在第一时间 从议会赶到医院 探视身体不是学生 在探视完学生之后 市长谢国良强调 市府会追查原因 依照卫生法规 一定会开发研办 有一些已经好很多 然后有一些 稍微反映一下 还有一些疼痛 我们会 依法会调查清楚 那如果是他们的责任的话 那我们会按照卫生 相关的法规一定会开发 那也会了解一下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都是三年级的孩子 在早上吃到 喝到这些 有味道的牛奶之后 其实立刻跟学校端的反映 那学校端也立刻 去做一个相关的调查之后 那把这些乳制品的部分 都已经有做了一些回收的处理 所以呢 目前依照各个孩子的状况 那学校端 有包括也派出社工 还有一些相关的主任们 来做一些协处 那务必让孩子的健康 得到第一时间的一个守护 那在那个乳品的部分 我们有 除了刚刚处长讲的 留下来之外 我们也有送相关的 病原菌的化验 然后病原菌化验的结果 我们会根据 市民安全卫生法 如果有验出一些 会造成疾病的病原菌 会处以罚缓 那这个部分 会根据后续 检验的结果做厘清 11名身体不适的学生 经过医师诊查 开立症状缓解治疗 药物之后 身体上没有大碍 市长谢国良提醒学生 要好好休养 并和同学相约 再到学校探视同学 记者 黄绍铭 基督报导 而这11位学生 紧急送医治疗后 大多平安回家 市议会教育小组的议员 就非常的关心 特地邀及国校的校长 教育处长 及卫生局长 报告相关的处理情况 安乐区某国小 十多位学生 传出疑似饮 饮用营养午餐的牛奶 导致食物中毒事件 虽然紧急送医治疗后 大多平安返家 市长谢国良 也亲自到医院关心 不过激动市议会议员 林沛祥 郑凯琴 秦真 吕美玲以及张耿辉 特别是教育小组议员们 非常关心这件事 邀及国小校长 市政府教育处长 以及卫生局长 报告相关处理情况 我们教育小组也希望我们 我们刘处长在未来的整个 一定要彻底的要求 这些我们的第一现场 一定要好好的把关 这个评管问题 绝对不能忽视 尤其夏天即将来临的 很多的一些食品的话 尤其今天不幸中的大幸 教育处长刘美兰表示 如果最后查出是 供应的厂商出问题 会依照规定处理 那这个是属于有定期 跟不定期的区块 那食材如果发生 发现相关的问题 我们产发处跟卫生局 还有动保处 会依照食材的不同 然后来介入 相关的一个審查以及处理 那当然如果违反了相关的 规定的部分 那厂商的话 除了祭典之外有罚款 那最高的部分 可以到达解约 卫生局长张贤政则表示 会在采集的减体上培养细菌 至少要7天的时间 确认是哪种饮料或食物出现问题 如果没有 将调查是否在运送过程中出现问题 当然如果我们有养出病原菌来 那我觉得就到时候 在一个星期之后 我们比较能够去做这样子的判断 那如果没有养出病原菌来 那就要看我们在这个 运送的过程跟存放的过程 是不是有找出一些 可以改善的空间 所以 如果真的有养出细菌 那我们大概在这个星期内 会知道比较明确的原因 那如果没有养出细菌 就看我们在 目前同步在进行中的这些 输送跟存放的过程的调查 是不是有找出一些问题来 市议会教育小组议员们 希望市政府可以调查清楚 让家长和学生安心 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情况 特别是已经进入夏天 如何确保食物 以及饮料的卫生安全 非常重要 佩祥在这边是呼吁 除了说夏天的时候 这个食安问题 会特别多之外 那我们相关采购的事情 有关采购的规范 还有采购的一些 未来的一些 我们厂商的严选 这些全部都会纳入考量 那我们也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说鸡龙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中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 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 2 分享前再想一下 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 2 分享前再想一下 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